創業的甘苦談 我給大家創業的建議 就是 不要創業 創業累死了 累死了 你就想說 看別人的東西都參考過之後 你會多累 多累 其實就是你要走的路 是很辛苦的 那至於呢 有沒有碰過很多奇奇怪怪的 好朋友或好客人 當然也是有的吧 像我們碰過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客人就是 他常常來跟你講 你家現在賣的最好是什麼東西 動了嗎 多好多好多好 他就好 OK 那我買一罐辣椒 為什麼 因為辣椒沒貨 所以他買辣椒 等他下次來 你說你要買辣椒是不是 我們現在動了沒貨 所以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跟他聊天 但你又不能 表現出有牌子的樣子 所以很辛苦很累 創業也是有優點的 創業當然就是可以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變成你這一輩子最大的職業 怎麼樣 可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當然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就是把你自己想要的東西變成商品 讓大家都可以喜歡 最後再把它變現 這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最大的成就 我們會不會讓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那就是最大的成就 我先去做的事